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443集 将计就计 两久 白玉堂伸手拿起那包药粉 一条梅 我可以帮你 轩原破微微一愣 似乎很惊讶 白玉堂的反应显然出乎他预料 为了展昭 你真能做到这种程度 白玉堂将药粉收了 没回答他的话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离上往来 当然 你想要我做什么你只管说 白玉堂看了看他 随后突然笑了 轩原破有些不解 辅告 白玉堂叫了一声 辅告听到了 打开门 跑了进去 展昭捧着自己的脸 告诫自己要克制 白玉堂肯定是想到了什么法子才会这样做 展护卫那个着急啊 憋了半天一句有用的都没听到 辅告进了房间 听白玉堂吩咐 白玉堂对他耳语了几句 辅告有些不解 看着白玉堂 白玉堂点了点头 辅告一头雾水 不过还是跑出去了 展昭捧也好奇 这是干嘛呢 没一会儿 就见辅告跑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堆衣服 都是花花绿绿的裸裙 不是吧 辅告将裙子放到了桌子上 轩原破不解地看着那一堆裙子 又看白玉堂 这是八条女人的裙子 你们八兄弟穿上 穿一个月 屋顶上 忍了半天的展昭终于是破功了 喷了出来 白玉堂和轩原破下意识地往上看了一眼 白玉堂无奈 这猫果然来了 罗馅儿 耗子最近越来越幽默了 不过 这不是重点呀 暗杀学员节那事怎么办呀 你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你不算强人所难 我 你可小心说话 你能用来威胁我的筹码也就这么点 这附近猫多 万一走漏风声 你可就威胁不了我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哎 混蛋好 你也没必要这么消遣我 你自己说的 为了北海百姓 必要的牺牲是必须的 怎么 这点都做不到 又不是要你死 不影响你当皇帝的 轩原破深吸一口气 白玉堂站了起来 对福告吩咐 伺候二皇子换衣服 现在就换 福告 拿些胭脂水粉来 记得给二皇子画个好看点的妆容 福告点头 跑出去找胭脂水粉了 边跑还边纳闷 太子殿下 这是玩什么呢 白玉堂站了起来 冷冷看了轩原破一眼 以后别说你是我白玉堂的朋友 咱俩两亲 还有 轩原破看白玉堂 轻轻点了点桌面 不准再从你嘴里 说出展昭两个字 屋顶上 展昭眨了眨眼 轩原破看了白玉堂良久 这就是交换条件 没错 好 轩原破站了起来 进屏风后边换衣服去了 白玉堂拿着刀 出了门 刚到院子里 忽然上边展昭扑了下来 趴在他背上 一手搂着他脖子 一手揉他头发 气死我了 猫儿 别闹 气死 展昭正纠结 就见白玉堂侧脸对他使了个眼色 果然耗子有酸气 下来 白玉堂无语地看他 展昭搂着他脖子 偏不 下来 就不 展昭扒着不走 边磨牙 边瞪他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这笔买卖不算 咱们要反悔的 白玉堂无奈 只好背着耍赖皮的猫回去了 撂下换了一身古怪女装的轩辕破 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英猴和天尊在屋门口等来了展昭和白玉堂 只是场面有些诡异 展昭趴在白玉堂背上 似乎是在捣乱 白玉堂头发都被他弄乱了 无奈地看着不肯下来的展昭 这猫 尖牙都露出来了 像是要咬人的感觉 白玉堂好容易进了房间 关上门 无辜地看着英猴和天尊 那意思像是求救 谁来管管这只风貌啊 哎 你先放开他 怎么样了 英猴拽了拽展昭的袖子 展昭眯起眼睛 将轩辕破威胁白玉堂暗杀轩辕结的事情说了一遍 天尊有些意外地看白玉堂 你竟然答应了 白玉堂坐下 将轩辕破给他的毒药拿出来给众人看 天尊和阴侯凑过来 好奇 这是什么呀 说是毒药 不过这个是什么我不感兴趣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白玉堂说着拿出了另外一包 赢妖王放在妖包里的 哎 两个纸包一模一样 难道赢妖王说的将计就计是 嗯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你决定赵作 直到时候会将轩辕破给你的这包药粉 换成妖王给你的这包 嗯 可是 这包是什么药 谁知道呢 可惜时间来不及了 不然让公孙给瞧瞧 就按照计划来办吧 确定 玉堂的职责只是下药而已 管他是什么药呢 下了之后的后果 轩辕破他们自己承担 就算是最后轩辕结也好 白灵二也罢 一百年的邪魔内力都用上了 有我和老鬼在呢 还把他吃了你们不成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怎么 天尊看白玉堂 又看展昭 白玉堂没说话 展昭也没说话 殷侯摇了摇头 他知道 展昭和白玉堂是想要能避免更大的伤害 要是轩辕结真的中毒了 那么轩辕结死 要是轩辕结没中毒 那刺杀他 代价太惨重 先不说别的 那几个皇子以及皇子身边的侍卫估计都得送命 众人正讨论 外边传来了敲门声 天尊和殷侯又躲屏风后边去了 白玉堂说了声进 大门推开 福告走进来了 殿下 赏午饭吃些什么 白玉堂看展昭 展昭还没说话 就听外边传来了笑声 展昭和白玉堂往外看 就见轩辕狼笑的前仰后和往里走 连福告也终于是绷不住了 天下 你这是整死那几个皇子了呀 好难看 好丢脸呢 都穿着女装在外面走 有几个还要准备祭天的事情 那些吓人笑的都忍不住了 白玉堂倒是觉得心里痛快了些 但是毕竟有事 所以也笑不出来 轩辕狼似乎心情不错 拍了拍白玉堂 吃火锅吗 白玉堂觉得这天寒地冻的 火锅吃着倒是正好 不过 轩辕狼要是在这儿 殷后和天尊就不好出来了 轩辕狼让福告准备火锅 顺便问了一句 我在这儿吃不方便啊 那白夫人能不能出来 奴才准备两桌吧 还有一桌在屏风后面摆 福告多机灵啊 跑去准备了 白玉堂和展昭坐下 轩辕狼也自来熟地坐下 白玉堂见他貌似心情不错就问他 有什么开心事啊 晚饭后啊 父皇叫我们一起去赏月呢 赏月 是啊 我从没跟父皇赏过月 真意外 白玉堂和展昭默默对视了一眼 这么说 轩辕杰在中毒之后应该没空去暗杀轩辕侠 而说 他想杀的是轩辕狼和轩辕 哎 你一会儿不是要陪父皇吃晚饭吗 也一起赏月去 白玉堂迟疑了一下 摇了摇头 表示不清楚 然后看展昭 万一轩辕杰没中毒 变成白玉堂之后 他会好的和轩辕狼和轩辕杰一起赏月 绝对会杀了他两把 白玉堂之前杀轩辕狼两次都被阻止失败 于是这次决定永绝后患了 不过嘛 刚才石帝的护卫来跟我说 石帝病得很厉害 估计今晚去不成了 所以到时候 轩辕狼说到这儿 跟白玉堂打商量 你出完晚饭后啊 父皇要是与你赏月 你别答应呗 哎呀 我从来没跟父皇单独赏月聊天过 你就成全我一回吧 白玉堂看着轩辕狼期盼的目光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但还是有些担心 银妖王如果真的料事如神 那包药粉不知道 是会救下薛元郎 还是害得他丢了性命 福告将火锅送上来 展昭丑了个机会 伸手轻轻按了按白玉堂的手背 别乱 将计就计 他把我们暗中盯着 白玉堂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